而且这个孝看来啊 它跟文明跟文化跟社会和谐 这是一个直接关联的 一个社会如果是文明的状态 文明的社会笑容必然都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哎 孝咱就打不起来 对 在今天我们身边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啊 这在过去哪都是要出大事的 可是今天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我还告诉你 因为什么大家都有了一个互相这种笑容在这里头 它社会有活化剂 有柔化剂 人与人的关系 它有多种方法 它能柔化 一笑了之 对 相逢一笑免恩仇 所以一个社会稳定和不稳定都写在脸上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剧本 《西乡记》或者是什么这些剧啊 赵陈老师这个个人研究了 他觉得在最早元代的时候 或者金苑本的时候都是喜剧 都是喜剧 是后来到了明清文人 文人把它改成了现在这个 猜子佳人 您这个研究让我联想起什么 我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意思说的是 十六世纪 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沙士比亚的很多剧本 咱们感觉都是很高贵 很严肃 他说实际上十六世纪英国那个剧场啊 那就是也是脏脏乎乎闹得满坑满谷 大家闹得喧嚣不停 然后呢 那个演员 你就比如说 to be or not to be 就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 就这个话 他的意思是 在当时演这个台词的时候 是大家是要乐的 对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 沙士比亚写的当时很多台词 那些戏谑 绝对 就是今天把它当成文学名著来理解的时候呢 就变得有另一种含义 这个让我有很深印象 对 没错 这个是我们取解了沙士比亚 我自己啊 我自己有一幅自己给自己写的对联 就四个字 上联叫小事 就是这个天大的事 到自己这儿全是小事 就你有能力把大事化小叫小事 下联呢叫喜剧 多丑恶的事 也拿喜剧的观点去看它 这事就看通了 所以呢 这有意思吧 上联对自己的小事 下联对社会的喜剧 你说你看 是吧 你看这个 就是你刚才你这一段讲 我想起这个对联来了 就是你看这些戏剧啊 你看什么 看生活中有时候你气得不行 但是你换一个思路 你看成喜剧 你就过去了 因为什么呢 它喜剧首先是你看的那个对象 观众的对象 就是看被看的那个对象 它是犯错误 你才乐 对吧 你就有优越感了 你就乐了 那么让你生气的 一定是他那个对象是犯了错误的 那他不是喜剧是什么 都是喜剧 只是今天 他可能对你的利益有伤害 你觉得不是喜剧 到明天和利益排除之后 他就是喜剧 我们把喜剧这个观念扩大一下 当你旁观他都是讽刺 当你旁观他都是可笑的 还都不是讽刺 因为他犯错误 他都做的是错事 他自然就构成了喜剧的条件了 再一个 为什么只要模仿 能学的像 大家都乐 技术 你看马爷你不乐 我要给你学一马 只要学的像 你就乐 但是你学他的第一是技术 第二一个是什么 他一定是他的某些缺陷的东西 被你扩大化 被你稍微的扩大化 所以你才乐 说白了还是喜欢看别人不如自个儿 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他另一方面 也不能说是什么这种幸灾乐祸 他扩大了我们的宽容度 是是是 对 如果你对某些错误 你能够玩耳一笑 对 就是你有这个幽默感 幽默感 人与人之间啊 有的时候你觉不觉得也不够宽容 但是人际关系当中很多 有的时候你这个人要是够这个喜剧的眼光 咱就说 拿喜剧观当人生观的话 这挺高 是 很多事 就一笑了之 哎呀 也挺逗嘛 您觉得您搞这个 您是越来越达观 越来越忧郁 越来越达观 现在 曾经很忧郁 怎么说呢 挺困难的 因为实践的时候很困难 你不断的 因为你要发现一个道理 道理原理的时候 你要不断的去实践 来证实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很痛苦 嗯 现在感觉有点自由亡国的意思了 现在也不是 就是说起码我弄明白了 我能够检验 甚至我自己检验自己的问题都可以 所以就好办了 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做什么都有解了 就不那么焦虑了 过去很焦虑 那现在 这么多 社会上这么多能逗人乐的这个东西 就更不焦虑了 因为什么 他们把整个社会都活化了 都柔化了 他就更容易被笑了 你知道我们在三十年前要出去演一场喜剧有多难 怎么说 不会笑 我们经历过 我们真的经历过 你想那个1984年 我们那春节晚会那个小品 研究了多久 没人敢拍板 最终那个导演黄一鹤拍板了 出了事我负责 但是佩斯老毛 一个字都不能错呀 老哥 这告诉你啊 一个字都不能抓着我们俩的手 都到这种程度 你说说 这只是在今天来看 得出多大的事 所以说 你就想 那个时候他 但他一旦被观众接受之后 他就等于是一个社会的活化剧开始了 所以他重要 那个时候的小品 其实今天看特别 特别幼稚 但是他那个时代 是一个画时代 我赶上两个画时代 一个是那个 瞧这一家子 对 电影 一个是这个 这个小品 对 是面条 两个这种 然后都让我走在点上了 所以 他是一个 都是属于那种 画时代造英雄 时事造英雄 真的是这样 怪不得他研究这么深呢 所以说呀 刚才说哪了 转到这 说哪转到这个 说哪 就说笑啊 说一个民族的笑 对 是他的活化剧 你知道我们过去演那个 我们最早的话剧那个托 初剑出 很多地方不会笑 就这么绷着脸 就绷着 他觉得好像可乐 对对对 他要看周围 克制自己 克制自己 不能乐 不乐 而且好容易乐 都是 不能释放着乐 不敢乐 不敢乐 因为什么 他不知道乐是对 还是不对 他怕我要乐你 我不尊重你 哎呦 他甚至 他还跟我说 我说您怎么都 都不会笑 哎呦 我们怕笑 是不是对您不尊重 他是这种态度 哦 我知道您说 这不会笑了 不会笑 而且那个时候 连剧场 正儿八经的 一个省 连个正儿八经 剧场都没有 你知道 哎呀 走到那种地方 简直是 就是戏剧离他们 都很远了 喜剧离他们 更远了 你想几十年 没有过的东西 突然拿给他 所以你看出 咱这个时代 已经很活化了 真的 对吧 这笑对民族 太重要了 所以您真是 人民艺术家 民族艺术家 来来来 谢谢 这样子太好了 我们人民的公仆 真是公仆 什么时候都得放到最低 人民的丑 都得放到最低 都得放到最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